本科在国外读的人直接进国企 真的还蛮少女 没有进过是会的读 我在一个的一年读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然姐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上海的老师 给大家分享 我叫Laurecia 我是本科毕业于LSE的会许金融专业 然后本科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上海 然后先是在一家国企做了融资审贷相关的业务 然后后来代业了一段时间 再后来又去了一家初创公司 做过私募的投资业务 再后来转行现在成为了一名老师 感觉毕业没几年经历的事 不错不错 那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 人家卫国是进了国企 当时首先是出于什么考虑 因为我觉得本科在国外读的人 直接进国企真的还蛮少 对当时是什么考虑 其实是很多因素吧 一个是客观因素 就是当时大家知道 留学生回上海有个落户的问题 然后要在一定时间内找一份工作 那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相对觉得能接受的工作就开始了 然后当时就有这个机会 还有个就是我觉得想也是好奇吧 挺好奇的 还会有人好奇国企的工作 你不是好奇啥 好奇召集玩偶 好奇大规模的企业 对就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奥文不如一届 你还是愿意自己去体验一下 再下判断 所以那之后下什么判断 最后就感觉 其实会和我们之前外界所听到的 还是有很多区别 比如说就是大家总觉得 想象的过去就是一杯茶 一张报纸一天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然后还是有比如说因为我所在可能也跟何欣欧有点关系 所以还是有一定工作压力 而且甚至也是经常加班的 也是经常加班的 对可能也是金融行业的一个特性吧 就是只要从事你当时你做的可能和贷款应务还是相关 那就是反正逃不开家 玩在哪 但是差不多 对都是一样 但是国企的大运与福利 什么样子 据我所了解 就跟所有毕业的同学聊过 就可能收入方面可能会比 确实比私企啊 包括外企啊 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赛商应该算还可以做毕业生 然后再加上其实国企平时有一些福利 就是他会搞发一些东西 经常发动 其实你一年 你很多那种日常的开支 其实是不是有什么 对对对 包括年终奖什么都还可以 是这样的 所以果然就是这点倒是所言不虚 大家都说是福利也好 虽然可能钱上没那么多 对 加班这点大家可能会想到 不要老想着去那儿养老 你得搞清楚你干嘛 只有一部分人养老 所有人还是看工作性质 是这样子的 那你体验完了之后觉得 当时又出于什么考虑就不多了呢 当时年少轻狂吧 觉得自己已经OK了 觉得这个业务很熟悉了 还不想再挑战一下自己吧 OK OK 然后你就当时想转什么好 对是因为当时是比较偏审贷 就是贷款相关业务 然后自己专业学的金融的 就是investment啊这种东西 就还是想更尝试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就想试试自己在许他有学的东西 能应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就年少轻狂的就落词了 对 然后又觉得就是之前那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主要是 其实沟通的相关的工作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这方面也其实也让我成长一些 然后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技能 这个点要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想再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就去落词 看看自己一年多的工作经历 可以再转到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结果呢 然后果然就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独大 经历过社会的独大 对 我觉得这一点刚才就是跟你提到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其实包括我频道的粉丝 还有很多朋友 我们可能都经历过想要裸词 考虑裸词 有人勇敢裸词 有人没敢裸词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就远远都是一个很有花里脸的事情 那作为就是我们都理解说 像《伦敦政经》的本科学历还不错 但是在中国我们也都知道 一般来讲还是什么硕博持强一些 是吧 然后你是不是之前提到过 在上海毕竟其实大家的竞争 还不仅仅面临来自英国的同辈的压力 是不是还有哪种 比如说美国的藤校啊 然后清美副交啊 包括上海本地的财大 上外大 其实都是很强的 很强 而且呢 大家会想到尤其像上海本地的这几座学校 这是人之常情嘛 就大家都留在上海了 那你肯定相对来讲会提携自己的学弟学妹 其实在英国为什么G5是比较好转工作也合 这个是相关的 对对对 他们校友权就有一些资源了 对对对 很珍常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给大家恶词一个提示啊 我觉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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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不是你能力的问题这么强 其实更多的是说这个环境和机遇现在适不适合你自己恶词 有时候适合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朋友认识的机会 然后很有可能会承受好几个你可以去找的人脉 那可以 但如果你可能人生地不熟 你空有一身本领 别人看不到的话 其实投简历的方向并不是特别出项目 包括其实有时候我们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其实会有一些主观的 我觉得其实不是判断很标准 你要去经过社会的毒打 对对 再摆震一下自己的 快看我们这位老师 摆震一下自己的 所以当时找工作找了一阵子 当时那种有没有感觉很失败或者焦虑或者这些 那必然的 多久 我其实待业时间算长的 我待业了一年多 一年多啊 对对对 哇 很长一点时间 哇那压力太大了 是 而且刚开始就是很经历一个心理很大的一起 我开始觉得哇 我要 腾飞了 对对对 我要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了 就开始想象那种电视频道那种很fancy的那种荣耀的生活 然后也然后就去装聘会啊 有些什么的 就投简历什么的 就是本科毕 然后对吧 这些又是大公司 就感觉惊光闪闪 而且并不是这么回事 对你其实 当然这也是HR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他们也会在跟你拉扯 然后他就会 就是从一些方面去点滴你的 对对 他们也是 他们为你 对对对对 就是也是他们的一个bargaining的一个方法 对 但是就是那时候也是刚毕业其实一年多 自己心里还是 哦没想到 原来那时候也会怀疑自己 会觉得啊 我是不是其实真的没有我想象的 那么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然后会不会之前那个决定做的太冲动了 嗯 其实都会经历这段时间 嗯 嗯 然后 但我觉得还是很幸运 就是家里还是很支持我的 嗯 就是他们其实有 包括朋友都给到我很多 嗯 精神上上和心理上 包括物质上的一些 哈哈哈哈 可能物质上的支持 所以就是那也算过了一段时间 后来也是辗转 也是通过 嗯 家人介绍 嗯 然后进了后来的储房公司 嗯 对 我觉得这段经历 你说的很好 有一点 就是说 嗯 我们刚毕业不久啊 我们对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如何评判我们 并不是很了解 那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很糟糕的HR 也可能会遇到很好的HR 那他跟你说的话 呃 也是这个HR 他的一些风格 或者他现在招聘这个宝贝的需求 甚至包括他当天的心情 哈哈 很多意思 对吧 对 就是没有必要去太在乎 可以做个参考而已 是 就是希望所有找工作 不管顺利不顺利的朋友都能 还是慢慢去通过更多的方向的 对自己的综合评定 去了解自己 是不是 这样可能会更美定一些 对 就是外界的那些都是你一个参考的标准 当然你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吸取 听取一下 然后自己再调整自己的 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和位置 对对对 另外他提到这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我觉得你说的很值吧 真的是 我觉得物质支持 这个事情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 如果你已经咱不说多 习惯一个月花一万 那你这个事情你裸辞就要想好 你的身体能支持你多久 像别人总羡慕说我创业好像每天没干啥 一直 不是我没有 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工作的几年都是相对薄薪的时候说 我还是存了点钱的 那我 其实我辞职或者说创业之前 我肯定会想说我如果万一颗粒无首的情况下 像遇到疫情这种情况下 我的钱能支撑多久 我可以不肯老 对吧 我觉得最最保守你要给自己入半年 你的裸辞 最好是留一年 因为你以为你一个月花一万 结果你一高兴就花两万 事情总是改双变化 对对对 所以大家我觉得裸辞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还是先有一定的计划会好一点 自己压力会小一点 而且其实我当时在代言那段时间 虽然给我一个小支撑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在犹豫自己要不要继续从事进入行业 但在一直 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久时间 因为我在其实我尝试了不同的工程的面试 对去了解了不同的信息 当这也花了时间 跟不同人聊天 然后这中间有个很大的知识 就是我当时因为我高中也是在上海读国际学校的 然后当时我的原来的经济老师 其实有给我抛出橄榄汁 然后他说我可以去原来的学校担任经济老师 然后但是他也说你给我时间考虑 因为他也能理解我在国外 这个金融证业读了那么久 那肯定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好下的 所以其实我还是有一个Plan B在这里 所以我就有这个机器 对对对对 这也非常重要 对就是大家总觉得说 哎呀可能我特别英雄的 这上面没有Plan B的去生活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不鼓励啊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意识到当自己陷入GIGU 或者自我质疑的时候你是多么需要那个Plan B 以及需要那个承认这个世界还需要你的那个老师 我觉得都很重要 就是还是要有别人的一个认可 然后才支撑自己在网上去去寻找和条件 这样包括你去往上爬去要那个offer的薪资也好 在于好你也跟有底气嘛 你说你看我现在那个工作没错 它是这个价格 你给我一半 那这个事情是太好处了 对吧 这个事情很现实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很希望这段能给我 又在这个到了换工作找工作开始 沉沉移动的时候 这个季节了 万物找工作的季节 对吧 对吧 对吧